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毅来到了京城医院担任助理 在自己办公室坐着思考着 这时候门上传来敲门声 曾毅说道 请进 办公室的门一开 进来的正是李辉 就见他笑着说 领导上任 我特地过来祝贺呀 曾毅站起来笑呵呵的说 哦 是李主任哪 来 快请坐 我哪是什么领导啊 我是给领导跑腿的 李辉客气了两句 他在曾毅面前的椅子上坐下 样子稍稍有些拘谨 他可没有想到 三个月前 曾毅还是中央党校的学员 为了给张文琪的老领导看病 还需要脱关系走门路呢 这眨眼之间 曾毅就已经是医院的院长助理了 成了院领导中的一员 对医院体制甚为了解的李辉 可是再清楚不过了 院长助理 那是晋升副院长的必经之路 李辉恭维道 曾主任在党校学习的时候 我就始终坚信 将来你肯定会大展宏图的 现在果然应业 曾主任已经是我的领导了 曾毅摆了摆手笑着说 我刚来对医院的情况是两眼一抹黑 今后还得请你多多帮忙了 李辉就说 只要曾主任用得着 我肯定是不遗余力啊 曾毅也没有着急问医院的情况 而是问的 王市长目前还在住院吧 恢复的怎么样了 恢复的非常好 如今已经能够下床活动了 相信再过一个月 他就可以返回工作岗位了 李辉随即又说道 我听王市长讲 张文琪张大哥 好像调到西江省政府办公厅工作了 曾毅笑着一点头 是啊 综合二处的副主任 李辉顿时羡慕不已 虽说在医院工作 但他对地方行政体系并不陌生 一般来说 一个省有几位省长 就会有几个综合处 按照级别顺序 综合一处是专为省长服务的 综合二处就是为常务副省长服务的 能够担任综合处的主任 那绝对都是心腹人物才行 张文琪担任二处的副主任 很明显是要为接二处主任的班做准备了 李辉笑着说 能够认识张大哥 曾主任 那是我的幸运 我早就知道 你们都是要干大事的人 曾毅已经从李辉的话中 大概知道他的心思了 李辉虽然是专职的医生 但肯定有走行政路线的心思 所以当时在党校期间 他才会如此结交大家 不过这也无可厚非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在医疗行政化 科研行政化的大环境下 几乎所有的大夫也都想当院长 只是这么一想 曾毅反倒对自己这次担任院长助理的安排 有些摸到门了 按照曾毅的心思 如果进入卫生部 最好是能去中医药管理局 这样自己也可以为中医事业做一点贡献 但自己却忽略了一个事实 自己之前从事的是行政综合岗位 一旦进入中医药局这样的专业业务部门 今后发展的路子就被大大限制了 基本就只能在卫生系统里打转了 而院长助理的职务 虽然也在卫生系统内 但却是不折不扣的行政岗位 而且是综合管理医院的一大摊子市 包括人事财务制度建设等等方面 就算自己没有拍板的权利 但也有参与管理的权利 这跟地方上的综合行政岗位是没有区别的 当初方书记为了培养自己 把自己从卫生系统调离 转到白阳市担任管委会主任 好不容易脱离了卫生系统 如果这次再回去卫生系统做对口的专业业务 很可能就背离了方书记的初衷 或许这才是自己担任京城医院院长助理的真正原因吧 明白了这一点 曾毅心里湿染了很多 笑呵呵的看着李辉 问道 晚上忙不忙 李辉心里一阵激动 这句话就是相当于邀请自己共进晚餐了 他立刻就说 今天晚上我不值班 正好亲和曾主任担任院领导工作 曾毅这位院长助理 其实并没有多少事情要做 他负责联系的几个部门 都有各自的主管领导 在业务上曾毅是完全插不上手 就算是上传下达 周耀明也有秘书来做这项工作 曾毅更是插不上手 所以除了坐在办公室里看看文件外 他基本是没有任何事情做的 挂职锻炼彻底成了挂职养闲了 而院长周耀明却是个很忙的人 平时待在医院的时间非常少 最近又要去外地参加一个学术活动 这一去可能需要大半个月的时间 曾毅就更没什么事情做了 思来想去 曾毅决定到医院各处去走走 实际了解一下情况 虽然是医学专业出身 但曾毅确实没有在医院工作的经历 他对于保健系统的熟悉程度 甚至要远远超过对医院的了解 在医院管理这一方面 曾毅完全是门外汉 他对医院的所有了解 基本都是来自于师兄邵海波平时的闲谈 邵海波平时经常会提起医院体制改革的事情 曾毅也听了一些 但始终抓不住重点 医院改革的事情上面提了很多年 最后的结果就跟减负一样 越改越臃肿 越改医患关系越紧张 上面的投入每年都在增加 可老百姓看到的却是医疗资源反而更稀缺了 看病是越来越难了 这几乎成了一个死结 不断的进行着恶性循环 曾毅想着自己现在难得有这么一个参与的机会 就算无法参与管理 也是一次很好的实际调研机会 京城医院作为中央机关的保健基地 其体制病自然也是最为根深蒂固的 自己只要在这里把存在的症结找到了 今后地方上医院改革的时候 就可以出力献策了 从行政楼出来 曾毅绕了一个圈 就进了特需医疗部 这是京城医院最重要的一个部门了 作为医院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然不可缺少门诊部 护理部 住院部 这三大部门 至于其他的部门 则是属于服务性质的 比如后勤处 人事处 基建处 每一所医院 又会有着自己的特色和发展路线 比如 注重国际医学交流的医院 会设立国际交流部 在科研领域有优势的医院 会设立科研部 侧重于医学教育的医院 会设立教学部 而京城医院最大的业务 就是特需保健 所以专门设立了特需医疗部 在特需部的下面 甚至还有自己专属的医务处 住院部和器材室 曾毅先到特需部的办公室 打了个招呼 办公室就派了个熟悉情况的办事员 领着曾毅四处转着 办事员姓周 比曾毅大了两岁 今年二十七 是京城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到了京城医院后 就转到了行政港 在特需部办公室干办事员 如今已经过去三年了 依旧还是个办事员 这位周办事员很客气地问道 曾主任 咱们先去了解哪个部分 曾毅呵呵一笑 你叫我曾主理就可以了 对于医院的情况 我现在是完全不清楚 你看应该先去哪呢 周办事员一琢磨 要不就先去器材管理室吧 咱们京城医院的器材配备 在京城几个大医院里 都是首屈一指的 有很多大型的医疗设备 都是国际先进水平 好啊 那就先去看看设备吧 曾毅就同意了这个提议 周办事员就在前面带路 只是不怎么热心 对曾毅也只有表面上的客气而已 一个挂职的院长助理 在京城医院的职工眼中 就是个闲人罢了 没有业务上的指导权 更没有巴结的价值 只要表面上过得去就行了 再说了 京城医院是什么地方 这可是专门给大领导看病的大医院 增益一个外省调来的挂职干部 就算是担任院长助理 那在大伙看来 也是乡下来的土包子 京城人看外地人 都有着一种黄尘根的优越感 更别说 京城医院这种地方的干部职工了 平时看惯了大领导大干部 这眼皮可不是一般的高啊 自然是看不上曾毅这位挂职助理了 到了器材管理办公室 周办事员讲明了一下 曾毅的身份和来历 就有人拿来一份清单 往曾毅面前一放 笑呵呵地说道 曾助理要了解情况 打个电话 我们给你送过去就是了 怎么还专门跑一趟呢 这是咱们特需部的器材清单 曾助理请过目 曾毅说了一句 辛苦了 然后接过那份清单 而那个人接着说道 曾助理啊 下面有个设备出了点问题 我得去处理一下 你看 曾毅又不是傻子 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现在来了解情况的 不是自己 而是院长的话 相信就算是外面天塌了 对方也肯定是坚守在此地的 不过曾毅也懒得跟他计较 自己现在的身份比较尴尬 重点就是了解情况 而不是别的 曾毅摆摆手 实际对方可以离开 又说道 设备是大事 那你去忙吧 那个人不痛不痒的 说了两句抱歉 就匆匆离开了器材室 只留下增益 在那里看了一大堆设备清单 也没有一个负责介绍情况的 周办事员一看 自然更加看不上增益了 心里直说自己倒霉 这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怎么就落在自己头上了呢 陪着这种挂职助理 把整个医院赚变了 也绝不会有半毛钱的好处 曾毅大概浏览了一下 特需部的器材清单 发现这些设备加起来 总价值可能在七八亿左右 而且大部分都是进口器材 是需要动用外汇来购买的 从器材室出来 曾毅又去了住院部 周办事员还是老一套 几句简单的介绍 这位是新来的曾助理 来咱们特需部了解一下情况 住院部的人也差不多 是同样的态度 简单介绍了一下住院部的数据 包括面积多大 有多少个床位 有什么配套设施 然后指派了一名大夫 陪着曾毅去住院部看看 临走时还专门做了交代 曾主理 咱们医院特需住院部的情况比较不同 有一些老领导 此刻就在住院部里休养 如果有什么事情 你多担待 曾毅点了点头 这话明着是让自己担待 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提醒 里面住的可都是大领导 你进去转的时候 最好能够保持安静 否则打搅到了老领导的休息 后果可是很严重的 有勘床的大夫 领着曾毅去转 周办事员也就借机 回到自己办公室去了 他可不愿意在曾毅身上浪费什么精力 勘床的大夫 对曾毅倒是很不错 毕竟是专业搞医的 身上虽然也有行政气息 但还不至于那么浓厚 他对曾毅这位年轻的院长助理 很感兴趣 就问道 曾主任 你也是医学出身吧 不知道是从哪毕业的 曾毅就说 我是军山医科大学毕业的 毕业三年了 那勘床大夫立刻就说 哦 那我和曾主任还是校友呢 我是在中原省上的医科大学 然后在军山医大读的研究生 因为导师调到了京城医院来工作 所以我也跟着过来了 曾毅呵呵一笑 心想 这位勘床大夫肯定是深得导师的器重 否则以他军山医大研究生的底子 怕是很难进入京城医院的 曾毅这几天 把京城医院的详细资料了解了一番 每年进入京城医院的新大夫 至少都是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 而且研究生都很少 大部分都是博士 这位勘床大夫能够进入京城医院 可以说是极为幸运了 曾毅笑着说 咱们军山医大的校友 可是遍布五湖四海的 今天能够在这儿碰到校友 真是一种缘分 勘床大夫也笑了笑 曾主任 在我认识的校友里面 像你这样年轻有为的 可是独一份呢 嗨 运气好而已 其实我更愿意做个大夫 勘床大夫也没有继续打听 曾毅的来历 别的方面我不清楚 可是在医疗系统内 光有运气可是远远不够啊 肯定还是曾主任 你的医学水平深厚 曾毅呵呵笑了笑 心说 这位勘床大夫倒是个有意思的人 至少在见识方面 比那位周办事员强多了 医疗体系 还不能简单等同于卫生系统 他毕竟还是带着专业性质的 没有十足的医学功底 是很难在医院担任领导职务的 没别的 但是难以服众这一条 就把你掐死了 到了住院部 勘床大夫拿出住院表 一边走 一边向曾毅介绍情况 包括病人都是什么情况 住院多久了 医院都提供了哪方面的护理服务 如今康复情况如何 走过一间干部病房 曾毅看到里面沙发上 坐着一位满面红光的中年干部 手里拿着遥控器 正在看电视 面前摊开了一份报纸 还摆了水果点心 有护士坐在一旁的小凳子上 帮这位干部把水果削了皮 然后切成小块 放到盘子里 还给每块水果上面都扎好了牙签 这服务可谓是极其周到 曾毅的眼光可是很毒辣的 只是这短短的一瞥 他就看出不大对头的地方 那位中年干部 好像并没有什么大病 似乎不至于要住院治疗 等走过这间病房 曾毅问道 刚才那个房间的病人 是什么情况啊 看床大夫打开手里的文件夹 翻了一下说 这位患者是交通部的一位领导 住院的原因是胃病 已经住了有大半年了 医院没有采取什么治疗措施 主要是进行食疗和心情调节 曾毅不由微微皱眉 既然医院没有采取任何治疗措施 也就是说这位领导的胃病 其实一点都不严重 根本不需要治疗 既然如此 为什么又能在医院里住了大半年呢 明明不需要住院 那当初是谁批准他住院的呢 看出了曾毅的疑惑 这看床大夫也没有进行解释 而是说 曾主任 咱们再到前面去看看吧 在住院部走马观花的转了一圈 曾毅有些痛心的事 在如此舒适环境里住院的病人 有一些并不需要住院 他刚才也看到了不少的病人 是不需要特地住院进行治疗的 一边是根本不需要治疗的人住在了宽大舒适的病房里 一边是普通患者一床难求 甚至只能在楼道的走廊上搭个床 这种情况让曾毅很痛心 这是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 转完了这一层 看床大夫询问曾毅 是否还要到上面再去看看 曾毅微微摇头 这情况他已经大致了解了 不需要再继续往下看了 他心里还在想着刚才那个问题 他就说 下回吧 我到别处再看看 看床大夫就顺手按下身旁的电梯 曾主任要是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话 随时可以来找我 好 说话间 电梯门一开 两个人就要往里走 这电梯是从楼上下来的 里面已经有两个人 一位是头发花白的老干部 另一位是个三十来岁的人 看打扮应该是这老干部的秘书 曾毅抬腿就要进电梯 那秘书模样的人开口说道 谁让你们乱上电梯的 听口气很是不善 也带着不悦 曾毅就稍稍移置 然后回头看着那名勘肠大夫 心说这部电梯 难不成还是专属的 为什么就不能按呢 勘肠大夫也没有解释 而是在曾毅的胳膊上轻轻一拉 势意曾毅先退出来 让对方下去就是了 刚才电梯是他按的 他有些焦急 带着一丝恳求的眼神 曾毅只能闷闷地往后一退 让开了电梯的门 秘书就伸手 按了关闭电梯门的按钮 在那电梯门合上的一刻 还能听到他的话 不知道张老要下楼吗 以后上耐心 随便乱按电梯 要是耽误了张老的大事 你们负不起这个责任 曾毅当时就惊讶万分 只是下楼顺便多搭两个人 顶多只耽搁半分钟 能误了什么大事呢 再说了 这是医院的电梯 要是耽误了别人的救治 又算是谁的呢 勘肠大夫等电梯下去之后 就急忙解释说 曾主任 刚才电梯里的人是张老 他这个人有个习惯 不喜欢别人跟他同乘一趟电梯 你别介意啊 并不是所有的张老 李一老 都会像宅老 乔老那样平易近人 也不是所有担任过高级干部的老领导 都是德高望重这人 但眼前这位张老的做派 还是让曾毅开了眼界 就算你不喜欢和别人同乘一趟电梯 可是你在楼上进了电梯 楼下的人又怎么会知道呢 你不喜欢和别人一起 别人怕是更不喜欢和你一起呢 曾毅就说 你今天是陪我在住院部了解情况的 我心里有数 这是要让自己这位校友放心 如果张老正要投诉的话 那也由曾毅来扛 从住院部出来 曾毅又去前面的特需门诊 了解了一下情况 等从特需门诊出来 就到了下班的时间 了解医院情况 熟悉其运作机制 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曾毅就正点下班 打算明天继续到医院各处走走看看 第二天早上上班 刚进办公室 就有人来敲门 是院办公室的办事员 进门就说 曾助理 李院长请你过去一趟 好 我知道了 曾毅答应一声 也没有耽搁 等办事员离开 他就出门 往李院长的办公室去了 这位李院长叫李毅善 是京城医院的常务副院长 最近院长周耀明不在 医院的工作 暂时就由李毅善来主持 敲门进去之后 就见到李毅善正坐在办公桌前 服案在写着一份文件 李毅善比周耀明要年轻几岁 是特需部的分管领导 主管着京城医院最大的一块业务 同时还兼任卫生部保健局的副局长 算是保健系统的人 李毅善把手里的文件放下 指了指自己面前的座椅 小曾 坐 曾毅就大大方方的坐下 李院长 您找我 李毅善往椅背里依靠 来医院有一段时间了吧 怎么样 工作还适应吗 有没有什么困难 曾毅就笑着客气道 都挺好的 领导和同志们对我也很关照 就是对医院的情况 我目前还不太了解 帮不上什么忙 啊 你有这个心就很好吗 李毅善微微点头 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笑意 多到下面的基层业务部门走一走 实际了解一下情况 发现存在的问题 这是很有必要的 曾毅就有些纳闷 李毅善似乎是话里有话呀 可他又不怎么确定 于是只好说道 李院长讲的极事 李毅善在座椅上 换了一个更舒服的姿势 颇为关切的问道 那小曾你是怎么打算的呀 想要了解实际的情况 必须要有一个系统的计划才行 曾毅就想 大概是昨天自己到特需部 了解情况的事 被李毅善知道了 毕竟这是李毅善的分管范围呀 曾毅就解释道 我以前没有在医院工作过 所以什么也不清楚 属于是瞎摸瞎撞 他要想完全了解医院的情况 少了李毅善的支持 怕是很难 所以也不想让这位李毅善院长 有所误会 李毅善点了点头 没有经验不可怕 只要从最基层的地方开始了解 相信很快就能熟悉医院的情况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小曾你是中西医双学位毕业吧 是 曾毅就点了点头 心说 李毅善怕是要对自己的工作 重新进行安排了 医院所谓的基层一线 一是急诊 二是住院部的勘床大夫 几乎所有进入医院的实习医生 都是从这两个部门干起的 李毅善坐在椅子里 一副慎重考虑的样子 手指在桌子上来回敲击了十几下之后 说道 我记得我刚进入医院工作的时候 就是从急诊室做起的 现在回想起来 那段急诊室的工作经历 对我还是极其珍贵的 曾毅就知道 李毅善是要派自己到急诊室去了 现在医院由李毅善暂时主持工作 他完全有权利对自己的工作做出调整 再者 李毅善又拿自己做例子 来证明这个安排 是为你的长远发展考虑的 曾毅就说 急诊室是医院的第一线 我愿意到急诊室去锻炼锻炼 进入体制这么多年了 曾毅心里其实还是最愿意做医生的 所以他并不排斥去做一线的医生 这至少比自己坐在办公室里 无所事事强多了 而且急诊工作 跟自己的初衷并不相悖 相反 只有深入第一线 才能更加清楚的了解到医院的真实情况 长天小说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